第五 这个问题是 师父是要把儿女的琴转成发琴 这个字有问题 转变成发琴术 我常常我讲过 转变家庭这个琴术转变成发琴术 转变为同餐导游 这样子好 说要如何转变 我有一位亲戚 修佛多年 平时修持很好 广受豪平 如今儿子重伤在床 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每一提起泪流满面 不能释怀 于是我想到师父讲过把儿女之琴转为发琴 就不知如何是转 这种母子之间的牵挂似乎是天性 我要如何劝他减轻他内心的东西 所有业劝 或者是人为 或者是现在人讲的是自然的 其实自然也脱不了因果 业障先起 要懂得消业障 消业障的方法 最重要是忏悔 你看 普贤菩萨教我们 忏悔业障 忏悔是什么呢 真正要反省 知道自己的过失 我们佛家叫开悟 叫觉悟 知道自己过失 叫觉悟 把自己过失 改正过来 叫修行 那就叫忏悔一场 我在学佛 初期的时候 刚刚接触佛法 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 他老人家勉励我 佛师们中有求必应 然后他告诉我 有人求不应 为什么你有求不应呢 是因为你有业障障碍 感应不能陷阻 因此 一定要把业障 阻障 业障怎么阻除呢 后不再造 感应就陷阻 你没有这样的 倔心毅力 知道自己过失 在佛面前求忏悔 求完之后第二天还在做 这个业障不能消除 所以你真 手心 真正要信佛 真信不容易 真信就能够奉行 凡是佛的教诲做不到 李老师讲过 张家大师讲过 不信 信量哪有做不到的 信为道运功德目 所以这个信里头夹杂着又怀疑 所以他就做不到 真正做到 断疑身心 断疑可不是容易事情 断疑一定要接受教诲 这个教诲 那就不是短时间的了 接受佛法的熏陶 熏陶还是要靠自己 不能靠别人 靠老师 老师不能跟你一辈子 你也不能天天跟着老师身边 要靠什么呢 要靠金教 金教也不必多 一年门足够了 那才叫一门深入